这个行务所的遗址 这个遗址的故事不是从行务所开始盖 而是从整个台北城的城墙被拆毁的故事开始 实际上我们从文献人里头考证 也看得出来城墙石确实不只只存在于华光的地上 而且深埋在华光的地下 包括这些所有曾经在监狱里头的建筑物 它的地基以及下水道都是城墙石做的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城墙石它连接的不是只有 这个日本统治时代的历史 其实还包括从它是1884年清朝所建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百年的历史之中 这块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些人物 他们为土地的牺牲和奉献 那有形的这些文化资产跟无形的文化资产 对应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历史 然后更满缅怀仙人 我今天要说的是就是 如果电影大道成的那个主角 它可以穿 它可以回到过去 那如果这些为这些台湾牺牲奉献的这些先贤先烈们 如果他们今天从古代穿梭回到台湾 回到这边现在 我想他们会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们会严厉的控诉 日本那个时代的血泪的殖民 第二件事他会严厉的指责我们 我们这些当代的现在的你我 我们没有给这片土地 没有给这些现任应有的历史定位 在过去这些居住的人权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当这个东西还在努力 只要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 未来能够有机会把它安置在这里 那第二个是有关文化资产保存的部分 那我想在台北转型过程中 这个特别需要来重新 整体站出来怎么来想一想 到底文化资产保存是来干预整个华光的开发 还是说文化资产保存是让我们去思考 台北其实有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个发展的方向不是房地产 不是Shopping Mall 而是怎么样带动地方 让人在这里可以很好的居住 在这个很好的居住过程中 我们去看到过去这里的历史的种种 我想刑务所就监这个地方 应该是台湾第一波所谓民主运动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看到最近绿岛人权延区 景美甚至中正纪念堂 他把台湾整个民主运动拉到近代 那如果缺了这个第一块的话 那其实台湾整个民主运动的历史 就缺了一个很大的部分 而且这一段是最惨烈的 我想当台湾史慢慢被关注的话 这些先内先险 其实他曾经走过的路 他让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城市的历史 每次都是需要荣誉台出来 寻一次才能够让文化资产保存 能够回到正轨吗 那这样的话 整个国家的机制 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从1895甲午战争 然后台湾就割让给日本之后 那这个日军手成的相片 就是在这里 那之前已经率领两次攻打台北城 那个先列 那个简大师先生 也是在南门就监 那个就役 那个罗福星先生的苗栗事件 那前几天马英九先生 马英九总统有到苗栗去纪念他 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域 就是昨天就是他得念28岁 那百年忌日 那他是绞行在这个围墙前面的刑场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现花 我刚才站在这边我很感动 因为听说这个门 就是当初监狱里面 那些为了民族 为了台湾扶植而牺牲的烈士们 可能就从这里横着出来 其实呢 官设下面的墙 可能都是台北城墙 一块一块拆下来以后 在这边盖的 那盖的时候呢 这个侵略我们的民族 他是用怎么样的心态 怎么样态度来做 那难道我们把这些历史 通通把他遗忘吗 我觉得这一排的官设 基本上我们可以保留 听说上面的瓦 也有他的历史 下面的砖 也有他的历史 如果我们经过一些修整 然后变成一个台湾纪念馆 那我想这一条的那个官设 会变成一个在台北市来说 一个观光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出国去看 看什么 不都是看教堂 看名人的故居 不死于家 勇为子孙纪念 而死于台湾 勇为台民纪念 所以前天在苗栗 有一个殉国百年纪念 我觉得很感动 也很感谢 他在给爱卿的书中说 灵魂持回天地 护我民国 在他心里存在的 就是台湾这一片国土 希望住在台湾的人 都能够享受 自己的 以自己的方式来 来治理国家 享受这种福祉 谢谢 这个地方可以说 见证了整个台湾 反抗压迫的一个历史 可以说这个历史 跟日本殖民统治 几乎是同时期的 开始同时期的结束 那不但是如此 那战后的白色恐怖 或者228 相关的 相连的人士呢 也都曾经在这边入狱 那譬如说 渭水先生在这边 他也留下很多的监狱文学 后来我在他的 入狱自己头发现说 他说他吃的是六等饭 监狱的伙食 最差的一等就是六等饭 他说他如果吃到这个石头 范例里头有石头 他就把它咬破 这样可以补充死灰值 事不再美 有气则通 窗不再大 有光则鸣 失事劳涉 唯无一成 既觉穿衣红 味觉穿衣轻 谈笑有严禁 往来无担心 可以学作禅 月书经 无亲戚之会面 无朋友之交情 宋朝三自愈 周公公也行 多人银 何罪之有 这个在渭水春风的 音乐剧里头 我因这样用闽南银 把它唱出来 当初有 总共有430个战俘 然后在这边死去了 那他们就是被日本人 扶到这边来 他们其实对台湾 当初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但是我们的政府 并没有想要说 就把这一段的历史 以及他们存在这里 发生过的价值 把它记录下来 在这里 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死去 然后就是在 那时候总共就是 有15名 就是年轻的美国 美国人在这边被处决 然后最年轻的只有19岁 然后最老的才22岁 然后在那边就是有个刑场 就是他们在那里被处决的 台北市政府 一直处于在一个怠惰的状态之下 也就是说在上次的文资审议面 文资委员并没有走完全程 那在这种状态下 没有走完全程 怎么可以做文资审议 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北官社的一个时间 跟南官社其实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一边可以指定 一边没有 同样的样式 同样的建材 为什么请台北市文化局告诉我 可是我们看到 开发计划已经进来 开始在拆一些 台美经过认定的一些 一些这个有价值的 我们觉得非常有价值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非常有价值的地方 开始被毁灭掉 那这个其实会让我们看到说 整个台北市在执行 有关文化资产保存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粗糙没有立场 台北市文化局能够尽快的 把这个保存计划提出来 那另外一个是文化部应该 仔细的看台北市政府的作为 如果他偏离了 目前其实已经偏离 他就应该依法代为执行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诉求 谢谢大家